菊花茶性寒、胃肝、有极好的驱除火器之效,但孕妇自身免疫力低下,脾胃较为虚弱,食用菊花茶容易刺激肠胃,引起肚疼腹泻等症状,不利于胎儿的健康成长。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人会对菊花茶过敏,如果喝了菊花茶就会引起皮肤红肿、红疹等过敏现象。 所以那些过敏体质的人喝菊花茶反而会有副作用,对自己的健康不利。 含性体质者胃寒怕冷、身体禅弱、脾胃虚弱、免疫力低下,即使夏季也会有手脚冰凉、腹泻肠胃不适等症状,菊花茶性寒,只会加重其症状,对健康不利。 古籍记载认为菊花未干苦、性微寒,具有疏散风热、平易肝阳、清干明目、清热解毒的功效。 现代研究认为,菊花含有多种营养物质,具有抗菌、抗病毒、解热、抗衰老等作用。 用菊花泡茶,不宜长期连续饮用,一般三横线五天即可。 而体质偏寒的人不妨放点勾气,而脾胃虚寒的人最好少喝。 也许大家认为老人喝菊花茶可以降血压、胆固醇、夏季食用并无大碍,但老人消化功能减退、脾胃较为虚弱。 喝菊花茶有引起肠胃疾病的可能性,老人需慎重。 小孩处在生长发育的高峰期,阳气症当时,喝菊花茶有血减阳气之效,最好禁止食用。 一般情况下,伤寒感冒者都是因为着凉引起的,而菊花茶的属性决定此种感冒患者不适合喝。 另外,感冒病伴有咽喉咽者更加不能喝菊花茶了。 因为菊花茶有刺激胃酸分泌,加重咽喉炎症的作用,延缓患者复原的时间,降低复原的质量。 菊花茶虽好,可不要贪杯哦。 菊花气味清香,凉爽舒适,味心,肝,苦,违寒,灰肺,干净。 现在市面上主要的菊花有黄,白菊两种,还有一种野菊花,其花朵较小较黄,花形也不是很好看。 随泡随饮。 菊花茶中富含黄铜类物质,具有很好的抗氧化性能,能帮助人体清除体内自由基,有降低胆固醇,抑制血压升高等多种健康作用。 但黄铜类物质十分不稳定,很容易被氧化,使茶水失去本来的黄色色泽,变成绿色,其保健作用也会有所下降。 因此菊花茶要现泡现饮,最好不要酒放。 对体含体恤的人来说,菊花茶中加些冰糖,能稍微减弱一下寒性,更加适合它们的体质。 而对于体热体状的人,加冰糖就会减弱菊花茶清热的功效。 配枸杞补干肾,加桑叶致感冒。 取白菊花六克,枸杞子十克,放入茶杯中,用开水冲泡,温近十到十五分钟以后,即可饮用。 菊花未干,对干肾有滋养作用,配上滋补干肾的枸杞,作用得到加强。 取黄菊花六克,桑叶六克,冲泡方法如上。 桑叶与菊花皆能疏散风热,清干明目,同用可缓解风热感冒出奇的发热,头痛等症状。 1.菊花山楂茶,取菊花10克,加山楂,金银花各时刻,待茶饮用,能化于消枝,清凉降压,减肥轻生,适用于肥胖症,高血质症和高血压患者。 2.三花茶,菊花,金银花,茉莉花均少许,泡水做茶饮,可清热解毒,适用于防止风热感冒,咽喉肿痛,胸疮等,长浮更可降火,有令神近似的效用。 3.菊花蜜饮,菊花50克,加水20毫升,烧煮后保温30分钟,过滤后加入适量蜂蜜,搅匀之后饮用。 具有养肝明目,生清止渴,清新见恼,润肠等作用。 由白菊茶和上等乌龙茶制成的菊花茶,是每天接触电子污染的半工艺族必备的一种茶。